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邮差的排位赛视频 这一把对手是一个S级的封眼 然后开局刷在大房外面 我们就先把控制台的能量给消耗一下 然后就心跳了嘛 所以这边的话就直接偷看一下这个移速性 然后准备遛轨 这里的话当时没选择直接绕大房 只是用来过渡 因为大房里面还有一个控制台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被封 不太好遛 当时让狗就直接转点去大门废墟了 这里我们从窗户进去 因为板子那边有一个控制台 也可能是会被封的 在窗户卡着的话 它想封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中场 避免被包围 这边它没选择封 我们就正常绕这些地形 距离近了 我们是可以交飞轮接板子 尽量是保证满状态 下一波板子的话 估计是要跟控制台封我了 但是我们硬着头皮也得过 因为如果被封住了 那就只剩身后一块板子了 回头就等于吃刀 往前走 如果被滑到了 还不是很亏 第二下的狗好了 嗯 这里其实当时没人看 这堵墙原来把板子封住了 当时以为没封才往里面走的 窗户翻的话会震慑 一开始往外圈走会好一点 但无所谓 第二封信也拖出来了 还是移术信 这局的运气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里没什么地方可以博弈了 所以只能先进这个板子 身后有墙 所以我们必须是以砸头 或者强办法逼闪现为主 这里三个抽到之后呢 也是强势扭一下它的闪现一击 结果真的扭掉了 老头的刀器呢 也是比较迷的 最后感觉贴紧一点 才有机会打隔疮刀 不然的话我就跑掉了 然后呢 这一局它的天赋是 封窗底牌 所以是没有张狂的 所以它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阶 不能随时随地的操控控制台 所以它刚刚回去用控制台滑我 但没滑到 那它这局就已经裂开了 毕竟我已经跑远了 虽然我们走出这些地方之后呢 这周围的控制台能量应该都很多 但是这个老头它终究是个零阶的 所以它目前划出来的墙 升起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正常认真去躲的话 应该是能很轻松去规避掉的吧 反正这边老头呢就很着急嘛 就到处找控制台来滑我 但是就是滑不到 预判了也没用 放了脚下也没用 真的很好反应 然后渐渐的就没有能量了 可能这附近像沙包这里 原先肯定是有队友修机 所以拆过 然后能量回复的并不多 所以它就没能量滑了 但我们这里还是选择球稳 先把能量真的好玩 然后再补一下状态 这个状态补好以后呢 屠夫肯定去控厂了嘛 中间它也是滑到古董商 所以开了一阶 应该是站在那个遗产机上 然后再开着控制台到处滑吧 那我们就得换修 换修的前提是先去拆一下周围的控制台 然后我们就往大房这边拆 因为大房有台电机 这里的话把这些能量给消耗一下 然后就心跳了 原来老头过来找我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守机子了 可能机子已经被墙封住了吧 他就想回来找我 但其实我前面没上过挂呀 反正可能游戏可以输 油猜必须 哎呦 这里的话当时就大意了 不应该往大房里面转了 所以这里就中计了 老头直接把我关起来了 那没办法了 那我只能 呃 先进地下室跟他随便玩一会儿呢 这能怎么办呢 是吧 我直接回家好吧 我直接回家 欢迎老头来地下室做客 来跟我玩吧 好吧 他不愿意跟我玩 他直接切底牌传送去守门了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还是有志气的 而且这边的能量并不多了 毕竟他前面用了那么多 已经给他挥霍完了 但是呃 反正先拆下能量 哎 看样子是不多了 只剩一小道墙的能量了 然后的话 大家猜一下 最后开门站是跑几个呢 呵呵 呃 答案即将揭晓 那么最后的话 嗯 反正就我冲门嘛 走没走掉 大家猜一下呗 那么视频的话 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 呃 记得视频里一些小细节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记得三连和关注 溜了溜了 我们下期再见 哦 小细节 小细节